金塊對上太陽 兩隊上一次的交手 金塊是在客場踢館成功 今天比賽回到了丹佛 這場比賽金塊在賽前 也是拉出了一波六連勝 如果贏球的話 金塊就有機會來登上西區第一 不過這場比賽最終是打到了延長賽 才分出勝負 來看到Nikola Jokic 我們昨天才說他是MVP的一個熱門人選 他在第一節結束的時候 投進了這個Buzzer Beater 幫助了金塊隊 在第一節打完32比28 領先太陽4分 比賽來到第二節 看到太陽隊這邊 杜克畢業的Greyston Allen 在抄球成功之後 自己帶到前場灌籃成功 28歲的Greyston Allen 在這場比賽大爆發 單場總共投進了8個3分球 拿下了28分 在上半場打完之後 太陽隊是取得了65比50 15分領先金塊隊 比賽來到第三節 看到金塊隊這邊 Jameel Murray跟Jokic 打他們漂亮的一個擋拆配合 在三四兩節 金塊隊慢慢地追分 在第四節 看到剩下不到一分鐘的時候 後來居上的 靠的又是Murray 投進了這個跳投的一個中距離 102比99 金塊領先太陽3分 當然接下來太陽這一波的進攻 殺進到進去之後 球再傳出來給Kevin Durant 後撤步的一個三分球 BANG! 這場比賽Kevin Durant 這個三分球價值連城 102比102追平了比分 剩下4秒鐘 那球交給了Jokic 這一次在底線的一個拋投球沒有進 比賽要進入到了延長加賽 要加班了 而在進入到5分鐘的延長加賽 太陽隊這邊 死神Kevin Durant決定 不要給金塊隊任何的一個機會 又是一個45度角的三分球命中 加上在延長賽裡面 Brandy Beale手感也相當的火燙 在延長賽 KD跟Beale兩個人加起來總共得到了13分 而金塊隊這邊 從正規賽第四節到延長賽 投籃是持續的打鐵 在5分鐘的延長賽 盡快只拿下了5分 最後就是在延長賽 輸給了太陽隊 也終止了他們最近的6連勝